今晚继续讲第九十五届奥斯卡颁奖礼 对亚洲人来说 今年的奥斯卡是令大家特别兴奋的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亚洲人在美国的社会 特别是在奥斯卡世界的舞台上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被肯定过 今次这一部以美国华裔日常生活做背景的 奇异旅合 挽救宇宙 除了拿到奥斯卡七个大奖之外 包括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女配角 最佳原创剧本 和最佳剪接之外 都拿到很多其他的奖项 娱乐网媒IGN做了一个统计 根据这个统计 奇异旅合 挽救宇宙 已经在各大不同的颁奖 里面赢得158个奖项 这是一个纪录 因为已经超越了曾经获得 801个奖项的《魔界三部曲》 《王者再临》 成为全球历尼得奖最多的一部电影 而这部以荷里活非主流的 美国亚裔生活日常为主线的电影 真是好压咒 电影以家庭为核心 讲述了身为华裔的虎妈 老虎妈妈 极力阻止女儿 在自己的爸爸面前出柜的一系列矛盾 导致母女关系变得渐远 即使去到后来 瘦年在女儿临走之前 想说出一些关心的话语 都只能叫她 你很减肥 側面展示出华裔父母 大多数不善于向子女表现关怀 导致两者之间亦会加深误解 在瘦年和自己的爸爸互动当中 亦看到为何她的女儿会有这样的压迫 亦可以追溯到瘦年年轻的时候 被父亲多番形容 说不会出人头地 这些这样的说话 做到自己做了人妈妈之后 都将同样的性格和教育传承下去 在瘦年爸爸 瘦年和她的女儿 这种关系中间的旁观者 韦文一语重的地和瘦年说 无论如何 你的爸爸仍然是以你为荣 不单止主题是和美国亚裔家庭有关 台前幕后真的有不少美国亚裔 和来自亚洲的电影人在其中 这次获得这种成绩 确实是美国亚裔社群的一个里程碑 这个改变来得一点都不容易 之前也有和大家讨论过 荷里活早年对于亚裔社群 是颇为贬益的 在二十世纪初 能够在荷里活打响名堂的 亚洲或亚裔电影人 真是非常有限 少得不得了 主流卖座电影黑画的亚裔 经常带有各种形象上的丑角定型 当时荷里活电影 很多亚裔的角色 都不是找回亚洲人做的 都是由白人去饰演 这种现象就称之为洗白 white washing 可想而知 真正亚裔演员 多难可以拿到一个演出的机会 以前和大家介绍过的 美籍华裔演员 王柳湘 Anime Wong 他是极少数例外 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认同 即使是王柳湘 都不摆脱到这种阴影 改编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赛珍珠同名小说的1937年的电影《大地》 虽然这部戏是以中国农村生活做主题 但主要角色都是由白人饰演的 王柳湘是争取过担演女主角的机会 但失败 电影公司最后用了德国白人女星雷拿去演出 最后这位女星还赢得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 这次凭着奇异旅合《玩旧宇宙》 横掃了多个最佳南配角奖 亦是一位美籍越南华人演员 关继威 亦是因为缺乏机会演出 是转做幕后的 今天都可以和大家讲下他的故事 关继威在奇异旅合《玩旧宇宙》里面 是扮演杨子瓶的丈夫 除了失落英国电影学院奖之外 今年一月在金球奖都已经捧走了最佳南配角 直到昨日奥斯卡 几乎是赢尽所有的重要颁奖 奥斯卡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奖项 大会宣布他再次赢到的时候 他都忍不住很激动哭了出来 现时51岁的关继威 是继战火屠城吴汉潤之后 拿到奥斯卡南配角奖的第二位亚裔得主 他不单止是一位亚裔人士 他以前还是一位来自越南的难民 在1970年代末期跟着爸爸妈妈逃出越南 家人兵分两路 部分跟着妈妈去马来西亚 他和爸爸和兄弟来香港 入住了香港的难民营 直到1979年才在美国一家人可以团聚 香港越南船民的问题 是一个困扰了香港四分一个世纪的问题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 一直到2000年7月17日 香港最后一个难民营结束的时候 香港是一共接收了高达20万名船民 大量的船民虽然在经济治安上 为香港带来了很沉重的负担 但这也是香港历来最庞大的国际救援人动 亦是值得香港人骄傲的 关继威曾经说过 他伤身在越南是做生意的 去了美国之后 就要重头做起了 关继威的演艺旅程 就是在1983年开始 给他这个机会的就是Steven Spielberg 当年他执行奪宝奇兵之摩域奇兵的时候 去了美国的唐人间 招募同声 学校的老师推荐 关继威的弟弟去试镜 关继威陪着弟弟去试镜的时候 被人看中了 终于他能够和主角Harrison Ford 和其他大明星演对手戏 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改变了 之后他拍过《小凌晶》 《再生怪劫》等等的荷里活制作 但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艾瑞演出的机会真是争多足少 最后因为没有机会 唯有淡出幕前 考了入南加州大学主修电影 关继威毕业后 就凭武打跟底是转战幕后 应援辉的邀请协助变种特工 和《最后一强》这些电影的动作指导工作 他自己也曾经担任过 王家伟电影《2046》的座道 期间也演出过 刘振威执道的《无限復活》和台剧 《大太监与小牧像》 千万不要轻视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 可能是简单的一句说 已经可以给人带来无限的正能量 关继威曾经说过 夺补奇兵之魔域奇兵 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他每年的圣诞都会收到 Steven Spielberg寄给他的圣诞卡和礼物 而昨天在颁奖礼上 Steven Spielberg 红抱他时还说 你现在是奥斯卡得奖的男演员 关继威表示这句说话出自 Steven Spielberg 意义真的非常重大 另外颁发最佳电影奖的Harrison Ford 亦在台上和关继威紧紧地拥抱 今年1月奥斯卡公布提文后 Harrison Ford曾向美国媒体说 他很替关继威开心 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小时候已经是结出的演员 现在也是一样 没有做演员 差不多20年的关继威 看到全亚裔主演的 我的超豪男友 叫好叫座 令到当时他差不多年近半百 他想再去做演艺 继续追求他的梦 打给他以前经理人 等待一个演出机会 继续追寻他的梦想 最终得到奇异旅盒 玩旧宇宙的角色 小凌晶演员Jeff Cohen 后来也认识了 做了律师 原来他们两个 自从拍档小凌晶以来 都一直有保持到联络 据说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当日的合约都是由Jeff帮他接合 他被置射时 都有提及到对方 说他是永远永远的小凌晶兄弟 天时地利人和 真是缺少一样 都不足以令到一件事 得到一个圆满的成就 杨智琼在接受外国访问的时候 很感动 表示终于收到一份好的剧本 还大爆这个角色 本来是属于成龙 但他拒绝演出 他还搞笑地说 杨智琼说 你走保了兄弟 假如成龙答应了 这部电影又未必可以做到今天的成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